作词 李宗盛 打破千年不变的神话 一场呼啸苍穹的复杀 一面诗学 一面独间 一步一步踏破执念和剑 不想逃逃 心变萧萧 江湖南河 风里不过一枝尖枭 命运不消 天地盈傲 谁说繁星 不见恩怨何需要 温情难了 温追不消 温情难了 温柔清潮 温柔清潮 硬末 醉 碧昂 你过得好不好 那天在小指振 我那样对你 你肯定是气坏 可是 唯有让你回到你爹的身边 才能够减少对你的伤害 希望你在伪王宗 过得好一些 就算是正魔开战 我们也不要遇上 你也好奇它为什么会亮 因为这个嗜血珠 跟必要的合欢灵 是有感应的 你知道必要的下落吗 有感应的 这个 我曾经在焚香谷书阁中的灵兽谱上看到过 紫黄鸟生姓属虎 木生火 所以它喜欢神木之精 果然 一幼就又来了 师妹果然聪明 只是不知道张小凡 会不会来找这只鸟 上官师叔的法阵不会出错吧 碧莹 碧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慌你们自诩名门正派 魔教之间交手 胜起光明磊落 堂堂焚香谷前辈 竟然不择手段 切齿我以青云弟子 你若知道自己是青云弟子 就不会驻那狐妖盗窃悬火箭 更不会跟魔教妖女同流合污 藏匿宝物不还 你的所作所为 跟魔教妖人有什么区别 那是因为你们焚香谷弟子 拿着镇派之宝横行霸道 丢失了驯火箭 却要牵怒于人 狐妖也是生灵 修行之人本应顾念天下苍生 妖怪 仁祖 只要不作恶 都应该以视通人 何必赶尽杀绝 一派狐言 这些歪理 都是你青云门师父教的吗 难道魔教盗窃了诸仙剑 你也会用这种理由来淌赛 我门中的诸仙剑不会丢 也不会让门下弟子 拿着诸仙剑狐假虎卫 仗势其人 你若是让那妖女 归还玄火箭 我可以放你一马 不计较青云教徒无方之苦 也会在你师父面前 替你隐瞒此事 休想 师父 张晓凡吃肉 不吃夜 想必不能屈服 你有办法吗 据我所知 那魔教妖女对她一马情深 不如拿她做人质 让那魔教妖女 拿玄火箭来换 少主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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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狗 少主 前面就是正派的地盘 鬼王有令 让咱们不要轻举妄动 那你怎么会来 我是接到鬼王领的传信 我就赶过来了 少主 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碰见秦无言了 我问他少主在哪 他黑着个脸 差点要揍我 他还说 有机会 一定要杀掉张晓凡这个祸害 我就大概猜出来了 你以后不用再怕他了 你是我的人 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走 去那儿干个去 别别别 千万不可呀 你要去那边 那鬼王肯定会要了我的命的 亏我把你当成我的跟班 你不是说愿意效忠我 为我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吗 怎么 这点小事都办不到 你不去啊 我自己去 别 少主 不可呀 少主 不可呀 那边太危险了 好狗不挡道 让开 别别别 回去也是被鬼王骂死 那 那我就誓死保护 少主周全就是了 出赛的 陸师妹 阿相 你也来了 对啊 我们天音阁也派了不少弟子过来 刚刚到 小凡呢 你没跟他在一起吗 小凡一夜未归 我担心他出事 正要出去寻他 一夜未归 这不像是小凡所为 会不会遇到魔教的人了 燕红师妹 干什么 请问燕师妹 可否见到张小凡 奇怪 你师弟不见了 你跑来问我做什么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师弟 素来与魔教妖人有来往 兴许他是跑到 魔教妖人那边 喝茶去了 你们焚香谷弟子 都像你这般 做贼兴许 信口雌黄吗 你说什么 若不是兴许 方才为何可以多然 我那是与你话不出 投机自然避之不及 我只是在问你 可否见到张小凡 而你却说小凡不见了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 我只是猜测罢了 好 那我也可以猜测 小池镇之事 你们对张小凡怀恨在心 所以这次张小凡失踪 多半与你们脱不了干系 陆雪奇 你少在那儿污蔑我们 你那师弟多半是 见色忘义 投奔的妖女去了吧 有本事 你就去魔教找他们呀 好了好了 都是正派同道 不要生了和气 谁跟他是正派同道 真不知道你们青云门 是怎么教弟子的 一个两个的 不是勾结魔教 就是和妖怪 陆雪奇 你 你敢动我 陆师妹息怒 师兄要救我 我师妹言语都有冒犯 我替他赔罪 李师兄 昨夜小凡忽然失踪 你可知情啊 张小凡失踪了吗 在这湖西山当中 到处都是魔教之人 要是碰到魔教高手 那可就麻烦了 陆师妹 我们之前虽有嫌隙 但也不至于 在这危险的地方 大打出手 不如这样 我帮你们找 不必了 他也许 去查探魔教动向 未必会有危险 我跟阿湘 四处找找便是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带我师妹离开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事情 再通知我 走 你觉得他们说的话 可信吗 当然不信 态度转这么快 必有蹊跷 我们先不要打草惊声 对啊 现在魔教对我们虎视眈眈 我们正教之间不一起争执 先分头去找吧 对了 有一只小黄鸟一直跟着小凡 如果能看见小黄鸟 那小凡就能找到了 少主 等到了正牌那边 我先扮成天鹰阁的弟子 到焚香谷 那边捣乱 让他们自相残杀 就你的脑袋还想使用反间计 打翻成天鹰阁的弟子 你的样子一露面就被人识破了 我 赶紧给我找人去 找人 找谁啊 找小凡啊 原来少主是来私会情郎的 你再怎么胡说八道 小心我撕你的嘴 小凡呢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他去哪儿了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肯定没跟我在一起啊 没 没在你们那边吗 陆师姐说他一夜未归 正到处找他呢 不对啊 他如果在我们那边的话 我不会没有消息 小凡没跟你在一起 也没跟陆师姐在一起 难道是 焚香谷啊 焚香谷对寻火 既然志在必得 说不定 小凡已经被他们关起来了 这次焚香谷来了很多高手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不能强行去要人啊 就知道你们这帮正派弟子 个顶个儿的自私虚伪 别露嗦了 阿湘 你现在去焚香谷那边 暗中找一找 野狗 赶快回去找帮手 就说 就说我被正派抓起来了 寿主 骗鬼王不好吧 你别废话了 照我说的做 焚香谷那边的人不好对付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担心小凡会有危险 快去啊 好好好 你注意安全啊 师叔 我感觉陆雪奇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到时候 如果青云门的人来了 那就不好办了 我觉得应该尽快要挟鬼王宗 让他们拿悬火剑换人 愚蠢至极 鬼王怎么会拿悬火剑 去救一个青云弟子 你们别痴心妄想了 他若不换 就用你的命计悬火剑 把他压下去 向鬼王宗发令 是 我们抓住了你的重要人物 要是想救他幸福 那就乖乖奉上悬火剑 否则 别怪我下手不留情面 不好了宗主 宗主 不好了 少主跑到正牌那边 去打探消息 被焚香谷的人抓住了 什么 我倒数十手 要是你们再不出来交换 那我就动手杀了他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放了他 碧儿 你们要的东西在我手里 二 四 二 一 三 二 二 八 六 二 二 四 二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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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小凡 隐神 爹 救他 好像清雲門的人要來了 帶他走 焚香谷的火灼之樹 萬毒門的障毒 看來方才有一場惡鬥 而且還都是高手 師妹啊 看來我們是來晚了 否則就可以跟魔教 好好的打一場了 離上次正魔大戰已餘百年 時間過去這麼久了 想不到師弟還是如此的衝動 師兄啊 我們來此就是為了跟魔教一戰 難不成我們還要好商好量的 何其一團不成啊 兩位師兄 焚香谷和天音閣已經到了 若讓小輩們看到你們如此爭執 丟得可是我們青雲的臉面 師父 雪奇 見過師父 二位師伯 起來吧 你的臉色為什麼這麼差 方才是你與魔教妖人 在此交手嗎 徒兒也是聽聞這裡有動靜 才過來查看的 師父 你沒跟小凡在一起嗎 難道這小子下山久了 怕了我這師父不成 師伯 小凡不見了 恐怕有性命之用 你說什麼 天啊 你不敢想我 你不敢有聲音 大战在即 杀伐果断的鬼王 竟然自损修为 出手救一个清云弟子 张小凡之事 宗主自然有分寸 你就别管 不就是想招揽 他到鬼王宗吗 只可惜 张小凡 是不会背叛清云门的 宗主这是白费功夫 要么养虎为患 要么放虎归山 后患无求 宗主毕竟是救了他 他不可能这时候翻脸吧 这小子油颜不敬的 还真是难说 他体内的天书 算是救了他一命 否则挨了上官册一记 寒冰长的重击 就算是由玄火剑 替他驱除寒毒 恐怕也回天无力啊 玄火剑还是落在了您的手里 没有趁机取出你体内的天书 还以为你会说个谢字 鬼王要我如何相信 若是救世冲踢 不如干脆一点 杀了我 爹 小凡的伤刚好 你先让他休息一会儿 你先去忙别的事吧 碧瑶 看在他舍命救你的份上 我可以替他疗伤 留他性命 但是两方交战不得不放 来人 宗主 把他暂时收押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放他离开 爹 我们尚未去找青云门理论 我们尚未去找青云门理论 三位倒有脸先来找我们了 我们也是刚到刘伯山 听闻上官兄与魔教交过手 所以特来拜访 你说这话 何意 数晚辈无礼 这要问你们青云门了 培养出勾结魔教的弟子 是何用意 知道自己无礼 还要信口开河 谁勾结魔教 话得说清楚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那就是在诋毁我青云的青云 等你师父出来 我可少不了要跟他理论一番 有无诋毁 你们可以先去魔教 找到张小凡再说 既然没有找到张小凡 为何言之早早 诬陷他人在魔教 陆雪奇 从虞都到小池镇 一路包庇你那好师弟 说我诬陷 今天你师父师叔可在这里 你敢说 你没有见到过魔教妖女 与那张小凡关系匪浅吗 究竟怎么回事 陆师妹 你来看看 这可是跟着小凡的那只小黄鸟 正是 从哪里找到的 后面的一所漏室内 被困在法阵里 性况呢 你一个天英阁弟子 闯入我焚香谷地盘 想做什么 颜红 你们在余都以强凌弱 被小凡教训了 便想寻思报复 我们同事正教弟子 你这样挟思报复 囚禁同道 合适吗 要不是张小凡从中捣乱 玄火箭何至于 落入鬼王宗之手 如今我们拿他当人质 让妖女交出玄火箭 有何不可 你说什么 我李循师兄因他受伤 性命堪忧 他只是咎由自取 燕红 劫持同道为人质 跟魔教做交易 换一个根本得不到的法宝 简直卑鄙无耻 若非张小凡勾结魔教 何至于此 够了 都给我闭嘴 不得无力 都给我退下 诸位 咱们数十载未见 久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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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火箭乃焚香股质宝 弟子情急之下 难免言语冲撞 还望各位 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是自然 你往三派今日齐聚 一趟千载难逢 为了大局 我们应该共同对抗魔教 千莫在此时产生内讧 以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啊 苍松师兄所言甚是啊 山光先生 我看咱们还是先设法 为礼寻失职疗伤 其他的事吗 咱们从常在意 那就有劳各位了 请 请 请 小凡跟碧瑶在一起 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了吧 正是因为跟碧瑶在一起 才更难脱跟魔教勾结之嫌 倘若魔教从中离间 别说焚香股 就算是师门 也不会轻易饶过他 这礼师旨 所中的乃是万毒门的账目之毒 而且 现在毒已入气血 庆命垂危啊 都是那张小凡 以荀儿的身手 怎么会被那秦无言所伤 听闻这毒公子 乃是魔教中新一派的高手 令师指不敌受伤 这跟张小凡有什么关系啊 张小凡几番私藏玄火剑 后交于鬼王之女 荀儿和燕红情急之下 押着张小凡向魔女讨回玄火剑 不向魔女狡诈 集结了重魔教高手重伤了荀儿 之后张小凡 又与鬼王一起离开 你觉得 这事跟张小凡没有关系吗 是非取直 待我等调查清楚之后 一定让张小凡给大家说清楚 若张小凡呆子魔教不回来 你找谁说清楚 张小凡他是我的徒弟 断不会背离青云门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是大敌当前 商官先生 李世指的伤势拖延不得 咱们现在得赶快请青云的各位 一起帮着运工驱毒 取狱毒不怕 问题是张小凡 天师弟 我们远来是客 听听人家主人的安排吧 不要说你在余渡的义庄墩顶 你跑这儿来干嘛 我是鬼王宗弟子啊 我能不来吗 别别别说我 先说说你 你这次真的闯了大祸了 我们少主真的特别生气 你还说我 你是他的跟班 你怎么看着他的 你为什么让他跑到正道这边来 万一他要是被上官厕 抓住了怎么办 我有什么办法呀 有本事你跟他说去 我 还不是为了见你 才跑到你们那边去的 后来碰见阿向 得知你被抓了 半点犹豫都没有 立马跑过去救你 人哪 这一辈子 能碰上一个愿意为自己 赴汤倒火的人 不易呀 你就不能支去一点 对我们少主好一点 少惹他生气 我也不想惹他生气 可是 可是个穷 你要是珍惜喜欢 哪有那么多可视啊 画出 特别不知 他 打电话 让你们暂时 多多 赴汤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落入你的手中 你要杀就杀 你堂堂一个魔教的宗主 成天说服一个清云门的弟子 弃名投案 你烦不烦啊 你以为 我当真是为了顾全你的性命吗 数千载以来 正魔水火不容 死伤无数 那所谓的暂时的和解 都只不过是一些场面上的话 你没有经历过当年那场大战的惨烈 更不会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仇恨 一旦大战将至 你若是死在了我们鬼王宗的人手里 碧瑶一定不能善罢甘休 我有时候看到她 就像看到当年的小吃 她的娘亲 张小凡不仅仅是为了碧瑶 你心中的信念 人生于天地之间 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希望天下苍生 不再有战事 当年草庙村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正也好 磨也罢 希望各自都能够和平相处 你想拿到玄火剑 为的就是复活受身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既然如此 那你加入我派又何妨呢 倘若有一天你能修炼成在我之上的地位 门派的未来如何 还不都由你说了算吗 人都有放不下的责任 身不由己的理由 这些年 我也已经很累了 可是我有放不下的责任 否则的话 我们鬼王宗一定会被你们正道彻底的追杀 剿灭 爹 张小凡 我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还是这般坚持的话 我只能拿你去献祭 去喂魁牛了 爹 爹 你要对张小凡做什么 如今玄火剑你也拿回来了 人你也抓回来了 他还为了保护我受了伤 爹 你就不能放他走吗 放他走 让他到郑派那边去通风报信 告知我们的位置吗 他不会这么做的 即便他不会这么做 第一卷天书还在他体内 这小子的功法又是错综复杂 如今嗜血珠还在他身上 这次为了玄火剑得罪了焚香谷 他回去 正道不会容他 你说的这些他何尝不知道 但是他还是不会忤逆他的亲云的 爹 你就放他出去吧 这么强流他又有什么意思呢 好吧 三日之后带我们拿到魁牛 自然会让他离开 不过在这之前 你绝对不能放弃张小帆 免得再生事端 否则他回到郑派那边 敌死顽抗 跟你爹来个同归于尽 你说爹是杀他还是不杀他呢 我听爹的安排就是 爹 你不能再动他了 怎么 连爹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我也希望我能相信爹 出来吧 我愿本有一事想与宗主商议 没想到碧瑶会过了 无语中 亏听到你们妇女的谈话 还望宗主见谅 无妨 找我何事 我与张小帆几番交手 此人性情固执 难以相符 不过 我有一个一件双雕之计 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 我 沙漠之魔教会有什么隐谋 我们应该上一出一个对策 以免他们趁机攻入 先前我天音弟子探回消息 说鬼王正在寻找魁牛 据神魔意志记载 魁牛乃上古神兽 壮如青牛 三足五角 吼声如雷 他久居深海 三千年才得以出世 一旦出世 是风云起雷电座 人们称之为雷神座机 如今这魔教是煞费苦心 大取而出 说不定他们是在准备一个叫 四灵血阵的邪法 四灵血阵 莫不是要复活之受邀 不管鬼王拿他要做什么 其目的肯定是不简单 也不知道魁牛 何时何地能够现身 不管那么多了 既然鬼王宗在此寻找 我们倒不如守株待兔 等候时机 还等什么等啊 我们三大派齐聚 不如趁魁牛尚尾出世 打鬼王宗可措手不及 不但能瓦解他的阴谋 而且还能夺回玄火箭 你们青云每次说静候佳音 结果都是错失良机 余都城陷落万福古窟的事 还有定海庄失守天书 哪一次不是因为 你们派弟子晚辈去乱来 才造成的结果 是啊 你们焚香谷连自己的法宝 都看不住 还让我们大伙帮着去夺 好厉害啊 还不是因为你的徒弟 好了好了 依我之见 这魁牛一旦出现 我们必须先发之恩 这样 我看我们不妨 先去打探一下魔教的踪迹 然后想法不想埋伏 同时也要打探一下张小凡的下落 都错 你们看 现在正魔两派的驻敌 乘机脚之事 既然鬼王宗驻扎在此地 寻找魁牛 那么说明魁牛现世之地 离此处不会太远 我们不妨派弟子们四处巡查 看看魔教的兵力 部署在什么地方 估计那儿 就是魁牛出现的重点区 那张小凡 果真维护那妖怪 是李巡赶尽杀绝 欲借玄火箭 屠害无辜狐妖 小凡迫不得已 才出手相助 混乱中 玄火箭被碧摇抢走 与小凡并无关系 糊涂 正派本是同气连之 你居然不去阻拦张小凡 与李巡结下梁子 初始我还以为 那原本是情有可原 可如今看来张小凡 的确是帮了那个魔教妖女 当时你为什么不动手 强行将她绑回青云门 如今弟子 已不是张小凡的对手了 怎么可能 她再也不是 七脉会晤时的她 如今的她 功法强大 意志果决 每次我们命悬一线 都是她解救于危难 弟子自亏不如 想不到 这平平无奇的小子 竟有如此造化 实在是 只怕 再这样放人下去 她一旦投靠鬼王宗 将是无法无天的叛徒 不行 必须让你田师伯尽快处理 背除她的功法 逐出世门 师父 张师弟行事磊落 心怀仁意 此次途经沙海 弟子又与那沙奎妖 若不是张师弟出手相助 弟子性命难保 想不到当年之事 还有后续 其实这些年来 为师一直知道 但是你的心结难以释怀 所以为师 才严加督促你擒修功法 希望有朝一日 你能除去心中的恐惧 是 师父教诲 你不然 你不想得了 他 也不想得了 师父 找他 你不想得了 这些似乎 我说 你不想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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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似乎 你不想得了 你不想得了 爹 你回来了 小凡的情况如何 他被魔教抓走了 现在暂时 还顾不上救他 什么叫暂时顾不上啊 爹 小凡看似温柔 实际上很倔强 我担心 他会被魔教的人折磨 要不 咱们现在连夜去救人 凌儿 你这不是胡闹吗 现在魔教情况不明 我们就这么冒冒失失地进去救他 不但救不了他 反倒是打草惊蛇 陷他于险情之中 可是 可是什么 凌儿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传闻了 都是焚香谷的弟子到处造谣 说小凡与鬼王侄女有勾结 要招他为女婿 亏得大家还是同道 小凡那么老实的人 怎么可能与魔教有勾结 简直欺人太甚了 好了 好了 不急哈 爹会想办法把老妻给救回来 嗯 来 谢谢 不客气 小凡 你在余都城中仗义相助 护我姐妹周全 我感激于心 今日我并非来做鬼王的睡客 我只是想劝你认真地考虑一下 要不要留下来 鬼王有惜财之念 碧妖又待你情深意重 在反观正派李寻等人 据是些虚伪自私 嚣张跋扈之辈 回去有什么意思呢 还不如待在我们这儿 更快以恩仇 逍遥自在一些 是啊 ir 一眼成执着 沧海变化 落回中 我像飞鸟听我 记忆中听我 天已沾住我 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 听雨深地 看花开几朵 看昨日怎么只剩温暴 难断的青涩 某种的暗默 一场梦谁都无法触摸 我醉在城市中恍然若望 睁开眼时光交锁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谁为谁是魂落魄 时光的梦 南华的梦 留爱不要太多 情开一朵 爱难领没 用我一生 陪你挥霍 收到痕心都坠落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天啊 山下头 時光的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